在美国有一件大事情 这是美国自由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国社会有着崇高地位的大法官 金斯伯他过世了 那过世他有个疑怨 希望他的空缺 等到了新的总统再任命 这是他的一个疑怨 但是川普其实也蛮急的 他在这个礼拜呢 就要推出新的继任人选 也希望参议院能够在 11月3号大选之前就行使同意权 美国媒体分析 这可能会是压垮川普选情的 最后一根稻草 有个民调数字 大法官接班人 由下一个总统来再做决定的 是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 是62%的美国人都觉得应该这样做 那觉得说现在就应该提 或者是不确定的 大概是20%到15%之间 所以的确在民调上面 这个比两位候选的 自己的支持度还要高出很多 所以显然他的社会地位 在美国人心当中是分量很高的 甚至可能高过于拜登跟川普都是 所以各位你来看 这个川普他急着任命的原因是什么 而这个任命真的可能会影响到他自己的选期吗 因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9个人嘛 那其中有一个人大概属于自由派 也就是中间 两边的票他都投了 那本来两边就是左跟右4比4 那如果是Ginsper他没有了 那自由派只剩下3票 然后保守派再加1票就变成5票 然后原来那个主席如果再偏过去就是 不是5比3 6 6比3啊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结果 因为都是终身词嘛 所以坦白讲Ginsper这个人已经在美国是相当于 女权的妈祖婆这个地位了 神祖牌 他从1993做到2020嘛 做了27年 那几乎妇女的所有相关权力的议题 他无意不语 而且嘴巴之厉害啊 就是说到很有说服力啦 所以你看他这个支持度 我认为里面也会有很多共和党的妇女 也是支持他的 那川普现在就是说 因为这个一定要参议院行使同意权嘛 所以跟Pelosi是没有关系的 那共和党好不容易现在在参议院有53席 53席就过了 那万一改选之后不到50席呢 那岂不是被民主党拿走啊 不只是提名权 还有那个同意权 那共和党现在刚好两个权都在手上 包括总统提名 包括参议院的同意权 所以他就要硬干了 硬干在大法官的息息当中保守派占了五六席的话 对于共和党来讲他是就更加的妥当了 而且是至少撑个十年是没问题 因为他没有任期嘛 那这个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人数优势在握 现在推自己的人选可以能够过 过的话呢大法官的组成当中 刚才委员分析了自由派三个 保守派可能到六个 对 这样对于共和党 甚至在未来大选发生计票争议纠纷相关事情的时候 都对川普有利 当然 可是这很明显啊 老百姓就看着觉得说 你就是急着要 我认为民主党会做非常大的动作 因为这个议题真的对拜登有利 那很多人都认为 第一个是影响到民主党的一些妇女票的团结程度 他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非常生气 所以都决定出来投票 这个是最可爱的 反而是让民主党更团结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共和党有些人也看不过去 共和党毕竟还是有很多妇女嘛 那他们可能也会觉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多了 而且有各自的选区压力 对对 所以川普可能会算错啦 他以为这样帮自己助选实际上不一定 不一定 他应该说 就是他可能不一定有完全要帮到自己助选 但是他担心到时候出现选票争议的时候 他至少排在他手中 我给大家做一个背景的说明 从2000年当时的美国大选 做个例子的背景跟大家讲一下 2000年的时候是小布希跟高尔 当时真的非常的激烈 开票过程当中 基本上一直是差不多一样 对 到了最后 就是佛罗里达最关键 而且他的选举人票是27张 是 赢了佛罗里达就当总统 而且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是 小布希的弟弟 是啊 对 而且那时候票数差得非常接近 就签票左右而已 是 所以出现了选票争议的时候呢 就要不要重新计票 要不要重新计票 就由大法官去做一个裁定 当时7比2 就判定重新计票是违宪 所以就没有重新计票 高尔很不爽 很不开心 但是他当时也就尊重了 这个大法官的一个裁定 因为呼吁美国人必须要团结 不能够再拖下去了 因为当时有一段时间 美国基本上不知道谁是总统 增空好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大法官这么重要 很重要 因为大法官的组成 他的一个裁定 搞不好就决定 下一个美国总统是谁了 所以大使 如果说最高法院 让川普去硬推 这个时候任命成功了 保守派占了五六席 自由派三席 那到时候可能搞不好是一个 美国宪政危机的一个开始 也有可能 可能蛮高的 现在看起来美国这一次选举 是历来选举 可能选完以后有纠纷 最高的机会的 最高的一次 所以川普现在这么急 已经真的担心到时候 要用重新计票了 川普也不能太早高兴 刚刚那个郭文也讲了 就是说这种任命这种大法官 这种是在美国的政治里 是风险很高的 尤其对提名他那个总统 现在要参选总统 风险非常高的 因为美国的大法官 在他整个的政治 不要整个国家体制 他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价值 你不要看他是法官 美国本来他就是这个 英美法系统注重判例的 那他这个你要知道 我们任何人类社会的规范 法律之上是什么 法律上我认为有理论 理论在上面是什么 就是价值 社会每个社会都有价值 一讲到价值的话 任何社会都是五花八门 所以这个大法官的任命 在美国里面 人家就是教授 这个任命 美国的人会认为 这个对他本身的这个利益 那个相关的 那个比例非常高 可能差不多60% 70% 这个法官跟我任命谁 超过一届总统的影响 超过一届非常重要 而且他一任命下去 他没有任期的 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 所以美国的价值是很分裂的 比如说美国过去争论了很多 这个比如说堕胎的问题 你认为是小事 美国人当一个大事情看 然后你还有这个枪支的问题 你还有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 还有各种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 甚至你的政府 这个是可以管不能管 还是你觉得这个政府的 该能不能办这个角色 最后有争议都谁解决 都大法官解决 所以大法官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这个时刻 川普他认为他抓到一个任命权 找一个忠于他的 如果到时候要打官司的时候 他投票给我我就当选 这是他想的好的一面 富的一面 这一次提名的人 会拿到美国的人 所有人用放大镜来检验 没有一个大法官的任命 会在这一次这么敏感 美国史上没有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参选的人在选前这样子 没有过 我了解的美国历史 这个可能最敏感 所有美国人拿的 那他很难就是说让所有人高兴 他稍微闪失 这个大法官 这个大法官他过去有个判例的记录 他过去当法官记录 是这么判的 都被揪出来了 被揪出来检验一下 很多人就否定他了 那他现在如果不提一个女权的 像郭文雄他不只一个支持女权的话 美国女人也是半边天 对他一定要找这个 可是他所有的记录 都会拿出来检验 那他要能够得分 我觉得是非常难 可是失分非常容易 所以说你看这个 他上次提皮一个男的大法官 刚去查他过去 有没有性侵犯 搞了快要两个月 你看 旌旗十月 十月旌旗 搞不好这就是剧本当中 尽量要出现的 十月旌旗的一个 剧本的延伸 因为现在九月底了 马上十月份 如果真的他提名的话 我相信接下来 在美国一两个礼拜的 谈话节目都会锁定这个 对 每天就看他过去的判例 一个一个做检视 不过这段时间 联合国也在美国开大会 那这个联合国的场域 似乎 当然川普不会放过 好像也变成他的竞选场域 他以联合国之名 要宣布制裁伊朗跟 维云尼拉的总统 他是说联合国有授权 说对于伊朗的国防部 跟维云尼拉总统的 马杜洛要制裁 而且扬言联合国的成员 其他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后果自负 现在传说 欧盟其实没有想要去配合 然后安理会的成员 也没什么意思要配合 想要提出一下赖老师 联合国对于川普来讲 向来不是他看中的 然后一国一票嘛 所以在数字上面 美国不一定能够吃得开 不过川普也确实在中东地方 那以色列跟沙特里阿拉伯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有建交是有正向的发展 你觉得川普在利用联合国 这件事情上面 有多少的加分 另外走多边 不是川普擅长的 他在中东就是靠双边 其实效益也还不错 美国传统上在联合国 一直表现得并不好 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联合国是讲究是 国际社会是平等的 可是美国是不相信 国际社会是平等的 美国相信的是我是大国 而且我是超级大国 我说了就算 那怎么可能说 我在意的事情在联合国里面 有这些小国也都跟我一样同等票 例如说你说帛琉 两万人口 那在南太平洋跟我们有邦交的 那他也是一样的票 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怎么可能嘛 你帛琉算什么 连我一个乡镇都不如 可是你跟我的票是一样 所以对美国人来讲 他的大部分的提案在联合国 基本上都是被否决的 所以他在联合国他没有朋友 你看您刚刚讲到了伊朗的问题 伊朗的问题才在前一段时间 没有很远 也就是安理会提出来讨论 提出来讨论的时候 当场就被否决了 例如说我们安理会 在安理会的时候的投票 美国要延长对于这个伊朗的制裁 当时中国大陆也好 俄国也好 还有欧盟也好 尤其欧盟一开始的立场 就很明白说 你美国已经退出6加1的六方会谈 所以你本身已经没有资格 对于伊朗说三道四 因为你退出了 你退出了你就没有资格了 你就没有再资格提出 那么要对于伊朗的制裁 因此美国不同意 所以在安理会的时候再提出来 再提出来的时候 当场就被否决了 美国只拿到2票 那2票当然13票就对2票 那2票就否决 当然有很多是投7全票 可是美国就没有办法得到 你看前段时间有关于疫苗的问题 有关于防疫的问题 美国要谴责中国大陆等等的这些 联合国那时候有个决议案 就提出来的时候 美国得到几票 2票 全世界 他是得到以色列对他的支持 以色列就是拿这个 中东的这些国家做回报 说我以色列谢谢你 帮我促成了跟沙特阿拉伯的 阿联酋他们的建交 还有巴林的建交 那我谢谢你 所以我在这个部分我投给你 就他得到以色列这1票 2票165 全部是否决